大家好 我是Data 今集來到奧運站 介紹一間意大利餐廳 這間餐廳的名字應該是意大利文 它的名字我真的不太適合 但我見到它的網上口碑真的非常好 很多人都說它的性價比很高 至於餐廳環境因為網上看得不清楚 所以要去到才知道什麼環境 現在我們就出發了 要去餐廳我們是奧運站C5出口出 接著我們沿著隧道向前走 很快就入了西九會 進去之後就繼續向前走 見到扶手電梯之後我們就落地面 這條就是大角咀道來的 我們沿著這條街就向前走 一直去到大泉街我們就轉左手邊 不需要過馬路 一直走到尾就要見到餐廳 路程就有點遠 因為這間餐廳就開了一時 我也是這個時間來到 可能因為今天是星日關係 所以暫時客人就比較少 餐廳面積都不算很大 亦都是一條長條型 我想這些座位加起來就坐到三四十分 另外這間餐廳的桌子 我覺得就細張了一點 我就問了工作人員 這間餐廳其實就開了三年多 怪不知它的裝修也不算好 可能因為吃西餐的關係 所以燈光比較柔和 另外這間餐廳由外國人主理 所以大部份工作人員都是講英文 但他們有一位工作人員 就懂得講中文 剛才我們說過這間餐廳 很多網友都說它的性格比很高 現在我們去看看它的餐牌 午餐餐牌有一張 不過它有兩面 最便宜的午餐是$68起 78元的午餐有六款 這邊的午餐可以選擇湯或者甜品或者餐飲 如果再想要一樣的話就加$10 後面那頁有四個$98 最貴就是三文魚柳$108 後面這個餐牌就是跟著餐湯 甜品或者餐飲 如果再想要一樣的話 又是加$10 兩邊的餐牌都不需要加一 今次我選擇了西蘭牛扒$98 今餐我們跟上餐廳出來介紹 這個就是餐湯 這個餐湯是魚湯 另外還有麵包 這個湯裡面真的有魚肉 不過裡面的料不算太多 魚肉的質地比較散 比較難一點 我覺得裡面的蔬菜更加好一點 另外湯看起來比較稀 但其實味道很足夠 麵包每天半見到 有這麼厚度 看樣子就好像蛋糕一樣 就這樣吃這塊麵包 我已經覺得挺好的 本身麵包都不錯了 我們再加少許醋 不過加完醋之後 那個味道不算是彎口味 這就是我們主菜西蘭牛扒 價錢$98 造型很不錯 加完王菊醬之後 西蘭牛扒的造型更加好看 今次這塊牛扒我叫了五成酥 牛扒大小不錯 口薄是正常的 牛扒本身的質素很不錯 吃起來好像很嫩滑 而且裡面很汁 另外牛肉味道也很好 牛扒的肉質會比較硬 特別是根部份是咬不開的 但整體來說 這個牛扒的質素真的相當不錯 98分吃到這個質素 就很難得下 標配的蘑菇汁 味道不是很重 純粹幫牛扒增加少許味道 反而它的蘑菇 就這樣吃得挺好吃的 這鍋牛扒我就點醬汁試一試 本來就這樣吃牛扒 我已經覺得不錯了 但加了這個醬汁之後 我覺得更加好吃一點 如果你是喜歡吃牛扒的朋友 這間餐廳真的要考慮一下 薯蓉和蔬菜不算很多 薯蓉磨得很粉 裡面還有少許薯仔粒 口感很不錯 而且調味做得挺好的 所以這個薯蓉也有少許驚喜 其他蔬菜相對說比較普通一點 而且比較硬 最後就試咖啡和甜品 這個咖啡真的挺不錯 咖啡味道很濃 但也不算很苦 我覺得這杯咖啡也挺有質素 這個甜品就是Tiramisu 甜品要加10元 而且這個甜品不算很大件 小小件 我覺得這個甜品好像酒味比較重 因為我自己就不喝酒 所以我覺得甜品的口味就不太適合我 今餐吃了我午餐 900元 再加了甜品 總數108元 就不用加1元 上了全餐 我終於明白為何這間餐廳的口碑這麼好 果然它的西南牛扒真的非常有質素 而且價錢真的不貴 百宗甜品吃到的質素就很難得 不過它的食物分量就不算壞很多 而且這間餐廳就比較遠一點 隔離一點 有些站過來都起碼要7-8分鐘 餐廳環境都OK 工作人服務態度就不錯 不過人手就比較少些 但無論如何 這樣的價錢吃到這樣的質素 我覺得已經相當之好 如果大家是喜歡吃牛扒的話 不妨過來試一試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謝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